歡迎回到阿伯的頻道 來 今天一樣來開箱模型玩具 那這次要開的是No.57 獸人小隊的絞殺 那這個系列之前阿伯有開過是腫蛙嘛 就是青蛙的 不知道大家記得嗎 那那個腫蛙的話 它的裝甲是可以做替換嘛 那我覺得那個替換是蠻麻煩的 那那個腫蛙的話 你如果不想要替換的人 我建議你直接就買兩盒 就可以各一種裝甲都會有 那這次這個絞殺 它並沒有這種替換的裝甲 來看一下 它整個大小的話 比之前那個總話稍微再大了一點點 那它設計的風格也是一樣 是這種水中潛水裝甲這種感覺 就是有點潛水艇的感覺有沒有 它很多那種推進器在背上 手上甚至腳上 還蠻特別的 我覺得這個系列還蠻好玩的 以動物為主題 然後去搭配這種機械式的感覺 那它所有的配件的話 就是你看到這些 武器 這個魚叉 也是可以裝在它的 裝甲上面 然後這個是 應該是魚雷槍吧 也是可以 搭在它的 在它的那個 背上 或是拿在手上 然後這個 魚雷 它是一個 魚雷形狀的流星錘 對啦 這邊有一個底座 可以把它 插在裡面 好像蠻容易掉的 然後這邊是鐵絲 所以你可以彎著 你想要的一個 形狀 那再來一樣它有附這個 替換的 砂頭 那這隻鯊魚它有附兩種 就是張嘴跟閉嘴 OK 然後這一隻是 垂頭砂 這個就讓我想到以前那個 鯊魚俠 以前有卡通叫鯊魚俠 那個鯊魚俠的模型 以前小時候沒收到 現在真的覺得還蠻 蠻遺憾的啦 一個遺憾在 OK 然後再來是這個 它一樣有附這種白模的 鯊魚的頭 就是讓你自己去上色啦 看你喜歡什麼樣的顏色 自己去做變更 再來就是這個地台 不知道 怎樣拼成的地台 之前那個總挖的地台 真的是拼到 我看不出那是什麼東西 而且在拼的過程 說明書也是寫的 不是非常的清楚 那這一次這個地台 有稍微有點樣子 比較看得出它就是一個 類似那種 太空艙那種感覺 OK 好那現在看一下 這一隻 絞殺的整體的細節 整體細節 整體細節就是 像我剛剛講的 它就是做成一個水中潛艇 的一個感覺 所以它背上有很多這種推進器啊 這種 小小的這種 擾流的尾翼啊 然後 你剛腳上也是 這裡有推進器 腳底這邊有風扇 細節其實還蠻多的 這隻如果拿來上點 墨線的話 我會覺得還蠻精彩的 好 上點墨線給它 好 那材質方面的話 也是覺得不差 好 它 幾乎看不太出 有那種 表面的水波紋 所以我覺得這還不錯 跟其實跟那個 總挖 那個 系列的品質啊 有一樣啦 維持住 但是你在組裝的時候 有一些零件會偏緊 這個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OK 好 細節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它這隻有幾個地方 我會建議你直接把它連件啊 連死 第一個是這個當部這裡 這塊藍色的 裝甲很容易掉 一樣 直接把它連死 然後尾巴 這一節 也很容易掉 這個 藍色這一個的盔甲 一樣把它連死就好 再來是背上啊 它這個背 的這一塊 這塊藍色的 也非常的容易掉 你在做 這種 裝備更換的時候 它都會噴下來 甚至你在把握的時候 它也會鬆掉 所以這一塊我也是建議 直接黏死 它是 這一塊藍色的 薄薄一片而已 黏死就好了 所以整體來說 就那三個地方 我會覺得比較容易掉件 以外 然後另外我覺得它這個球關啊 大腿這個球關 偏鬆啦 所以你在站立的時候 有時候它會往前倒 還有這裡 腳踝這邊也是偏鬆啊 所以你要做一些 站立動作的時候 你放久之後 它其實會往前傾 甚至會倒下來 這點會稍微略顯可惜一點 OK 好 那現在馬上來看一下 它的可動的表現 OK 那它的可動的話 大同小異啦 跟那隻青蛙差不多 首先頭部的話 稍微一點點 上下而已 它並沒有所謂的左右 它就這一節 藍色這邊 有點上下的活動 幅度不大 再來手部的話 它這邊就是一個球關啊 就是讓你動到 裝甲擋住為止 所以隨便你去轉都沒關係 然後 手肘彎曲 它這樣子 這邊還有旋轉關節 OK 然後 手掌的話 這應該不能叫手掌了 這是它的那個 爪子 三隻 獨立可動 再來 腰部的話 它有腰轉 然後另外它 腰部這裡啊 還有那個 前後 前後可以移動的一個功能 再來 腳步 一樣這邊是球關 所以就是 轉到卡住為止 有沒有 隨便你轉 好 這個就掉了 它整隻有蠻多零件 我會比較建議你直接把它黏死 然後再來是 膝蓋 這裡可以彎 再來是 腳底板這邊 它也是球關 那這邊就是偏鬆 有點可惜 所以 再來底下這個腳爪 因為它的變形的需要 這邊可以 這樣子 可以折成這樣的形狀 再來尾巴的話 就這樣子 它裡面都是球關 把它串起來 所以就是動到 裝甲卡住為止 OK 好 那它的可動大概就是這樣子 這隻的 怎麼講 這買它的造型 它可動要多好 我是覺得 阿伯並沒有那麼在乎它的可動 就是它 主要就是它這個奇葩的一個造型 會吸引我去買它 OK 那現在接下來就是來看一下它的那個 裝甲更換 跟變形的步驟 OK 那現在馬上來看一下它的變形的步驟 首先它有一個 就是水中高速移動的模式 就是等於說把這隻鯊魚變成像一個潛水艇的感覺 就是把它的手 然後來打直 然後把它的爪子收起來 另一邊也是 打直 爪子收起來 然後 腳步這裡 膝蓋把它這樣子翻折上來 然後這個腳底板這個腳爪收起來 這邊也是 這樣子收起來 然後腳爪收起來 然後再來做個調整 然後配上這個推進器把它弄成平的 就用它這三個零件 都打成平的 那它這樣子一個水中的高速行駛的一個模式就完成了 就這樣子 變得像一個小潛水艇的感覺 OK 好 那它另外還有一個模式就是它的手可以做替換 那一樣先把它變回原本的模式 好的 就把它拉下來 手弄下來 首先我們把它的手拆掉 然後背上這個推進器啊 你把它拆下來 我建議你把它背上這個拿下來 再來拆 因為它這邊是球關啊 很緊 拿下來會比較好拆 OK 好 我們拆掉之後就是這樣子 接下來就是把它這個啊 手部給它裝回去 大家注意看 這裡啊 有爪子有沒有 它這個就是一條手啊 你把它併回去之後這邊推進器 我覺得這個設計的角色還不錯 它這邊有個球關 一樣把它組進去就可以了 那這邊也是 好 然後背上 這剛剛這個零件就一樣把它打直就好了 打直之後我們一樣把它裝回 然後裝回到這個零件上面去 它的球關 然後把它裝對 把它裝對 應該是這樣才對 好 這樣子 好 那它的另一個模式就是這樣 這是它的手啊 跟它背上的 那個 那個推進器做交換啊 所以它的手臂 好 兩種都可以 變成推進器跟手 好 所以可以藉由這樣子的一個替換 然後 變化出不同的造型 我覺得這個附加的 一個 功能還不錯 有沒有 這樣子一整個感覺又稍微有點不一樣 好 可以換一下頭部 這是大白鯊嗎 發生了鯊魚 好 換成這個鯊魚 也可以 你就可以把它當成說 這個模式是這個鯊魚用的 或者另一個模式是 垂頭鯊用的 這樣也OK也行 OK 好 那這個腳鯊阿伯推薦買 然後我是覺得 這可以買 因為我覺得這個東西還蠻奇葩的 跟上次那個 總挖一樣 上次阿伯也是衝著那個 總挖的 它的那個 設計的概念去買到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用這個動物 結合這種 機器人的感覺 這樣做出來的一個產品 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然後 那它下一個系列我記得是 好像沒有了 好 因為後來就沒有再看到它有發布新的說 下一次是用什麼動物去做這種 這樣子一個設計的一個玩具 好像是沒有了 那如果有的話阿伯應該是會繼續買 因為我覺得這個還蠻 真的還蠻有趣的 OK 好 那今天影片就先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阿伯補充一下 剛剛這個模式 這裡 這背上這邊阿 要這樣折下來 這樣折下來 它的樣式跟剛剛橘色的不一樣 然後這個把它張開 有沒有 有這樣子的一個玩法 這樣子會比剛剛那個樣子阿 更有 更霸氣一點 有沒有 OK